朋友们好,有朋友留言说想了解我们怎么想着去加拿大,怎么想着移民的 然后私信里朋友说你系列得讲一讲 后来我想一下也是,那我就现在就捋一捋 把我们是怎么起的念头想去加拿大的这个过程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转眼真快,一会儿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就是在这里那个凭我的记忆能想起了多少算多少吧 应该是2007年,那年的我女儿是上高中了 上了一段时间呢,就觉得不太,就是不太愿意念了似的 完了正好后边我们家那个邻居孩子正在办理要去澳大利亚留学的一个小姑娘 他妈妈有时候上我商店里来买东西来,我俩聊天说话,就说起这个事 后来往我也去,就是有意的就是在报纸上读点信息呀 就跟大连的那个留学机构就打电话咨询那些事 我女儿上高中时候吧,一个高中也挺好的考上 虽然不是最主要的高中,但是也不错 我们那时候就想复制说那个儿子当年出生高的时候那个那个过程 儿子不是他爸爸给租的房子吗,猴哥给租的房子 然后这一年一发奋努力,一下子就考上重点高中了 大连开发区一中 我们就想把这个过程再复制给女儿,结果到女儿这不好用 在那个他学校跟家租的房子,租了一天就不去了 后来这房子又空了,交了十个月的钱,是一年的钱 他不去住了也没办法,后来又往外租给两个年轻人 结果这年轻人住一段时间的,房费不交不算 还跑了还把人家房东的家具给搬走了 我这个猴哥我们俩又陪人房东家具 就是因为这个女儿住房子这一个阶段 出现这不少事 我一问他,我说他后院谁谁谁要办留学 你想不想去,我一说我女儿特别高兴 就想去,后来我就给咨询这些事 那时候上大连一家留学机构 挺有名的,就是咨询上哪哪的 完他们就给介绍 开始时候又想上新西兰 又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那个都已经交钱了 交了几千块钱 那时候就开始办理了 也不懂那个我猴哥我俩就是做个小宝宝 一天啥都不懂了外边这些事 孩子留学什么的 往外学什么 那个中介那个,就是对接我们那小宫子 刚往学国际关系吧 你说现在一想这个国际关系 看得是好像高大上 他根本就不实用 不接力气的像我那个学科啊 这长普通人家孩子口才又不好 又没有学过那些什么国际历史 有一些广告写的,说的孩子留学不如全家移民 一年多少钱多少钱的 我就有点心动了 我开始没敢跟个猴哥说 说他肯定反对啊 然后我就打听 打听后来秋冬时候吧 那个大连一家移民机构举行那个介绍这移民项目的 我去听的 可能是人家看我一些不像那个啥 能办移民的样 我问了点问题 也是得到点回答 我也懵懵懂懂的 也不太懂 回去后来过一段时间 大连凹峰又在大连开发区 银番酒店他们搞了一个讲座 就是移民讲座 对,我猜想起来 移民讲座 完了我去听听 我那次还把我吹姐 我那好朋友 把他叫起来 我们俩去听听 听讲完了之后 我也是懵懵懂懂的 后来他们挺热情 之后呢 我就上大连那个奥峰公司 又去了解了两次 就奥峰那个杨总和还有一个莫总 这两个女孩子都人不错 他就给我详细介绍 介绍完又上我们家去了 就了解这些事 我反正这个人就是做啥事 就是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嘛 第一印象就对这两个姑娘 就印象就特别好 往后就回家 就跟猴哥说这些事 当时猴哥说不同意呢 特别不开心 不同意 他就不同意说 以什么名 中国待好好的 中国搁不下你了 嘚嘚嘚嘚 还出乎上外国去 反正给我好顿说 后来紧接着不几天呢 就发生一个事 这个事呢 我不能说说了可能是 所以我俩特别窝火 给我气力 上那个律师脑子 哇哇哭上了 后来那个 以市政府方面 一个大律师 有名的大律师 我们交了咨询费 后来那继续 律师就劝我们俩 说你看你俩 一看就是老实八角的人 是我知道 我心里都十分同情你们 但是这个事我告诉你们 就就死打住吧啊 受点去就受点去 后来没办法 我俩就回来 就通过这件事 猴哥就有点 有点就是冤天啊 就憋子一口气 后来说办吧 就这么 就这借助他这个这个劲 我们说这什么东西都好像 是有天意识的 借助这个劲 完了我俩就把这个字就签了 就开始办理办理之后 那个就是教各种各样的材料 还好我们俩这都是这种 一个做小生意的 进了货呀 还是卖出去东西啥 那时候虽然没有那个 电子的那个出库 那个收款收款的机器 完了猴哥进货啥 他都记得清楚 还有交多少税 每个月的报税单子 每到年底的工商的 税务这些手续啥的 他都记得清清楚 明明白白一打一打的 我们把这些的东西拿出去 完了这个这个移民公司一看 说哎呀你们这挺好 其实这个加拿大就习惯这种 勤勤恳恳自己靠自力更生的 这种小生意的 有很多都是价值很大的 那个但是要这些记录的时候 他们更不相信是自己创业来的 就是还挺鼓励我俩的 我俩还挺高兴 完就开始就办了嘛 当时是12万加币 12万加币那个两种方式 一种是投资给加拿大政府 12万加币也不返完了 把你这全家就是半就去 玩孩子是不满18周岁以下吧 是20周岁我忘了想不起来的 然后还有一种呢是就是 全家移民那个交40万加币 这个呢是五年以后 返给你再返回来 我们也没有那些钱 这12万加币当时他也不是当时交 当时交话也交不上 完了就先交了 好像是交了五万块钱 那些都是等到签证下来 再交给再交出去 这因为还有一段时间嘛 所以有个缓冲 有个有个这个过渡时间 这时间就觉得充于不少了 然后后来就这么办了 办到了第二年 一年多以后吧 其实还没有消息 我们就着急说是这个不是 说一年多就能办成吗 怎么到现在还办不成呢 我俩就上那个奥丰公司去找去了 找去这俩姑娘 就一看我们挺着急的 可能也是为了安抚我们 说那就是先让你家两个孩子先走吧 让他们先走 因为一家人走的话 可能是到那块 都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还有个实用过程 这样孩子走先打个前站 你们俩再去也不那么生熟了 我想说的也有道理 猴哥我俩就听劝 我们俩就是既然是相信这个人 让人帮我们办事 我们就不舍一点都不欢迎 我们觉得说有道理 我们就半孩子留学 然后这俩孩子就在2009年的9月份就登陆走了 先去留学去了 留学他们俩去了两个地方 女儿去了温哥华的一个飞沙河谷大学 然后儿子去了多伦多 尼亚加拉祸河谷的一个教会高中 就NCC啊就这么他们走了 然后猴哥我们俩就在家等着 这期间我们就把生意都撂下了 全都是就转给亲戚了 就是本钱都给他们了 像他们干 然后我俩就在家干等着 就等着说是这个签证赶紧下来 后来等到那个第二年 眼瞅快三年了 第二年两年半的时候吧 我说十二月份了 十一月份底 然后那猴哥哥哥在哈尔滨住院有病 然后猴哥我俩就回哈尔滨了 然后待了几天我给他感冒了 然后我就回到大连 猴哥就在那块照顾他哥哥 照顾了三个月 然后到了第二年的二月份时候 签证人说这个中介机构告诉我们 说签证下来了 你俩可能准备要登陆了 然后猴哥我俩赶紧就回来了 在哈尔滨那个时候 那也特别难受 他哥哥那个时候快不行了 我就回来 回来就准备 也就是不到一周时间 我俩啥也没有 就家里破破烂烂东西 把收拾转了几个箱子 装了几个箱子 就尝出来那衣服啊 拿点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加拿大那块什么样 后来就是在那个三月五号登陆的 我们是二月底春哈尔滨回来的 三月五号就登陆的 就开始到了加拿大 就这么个过程 后来那个到那以后 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像昨天说的 可茫然了 可焦虑了 今天呢 我就先说这些吧 就这么个过程 就是怎么样办的移民 为什么办的移民 怎么样 初次登陆的这个过程啊 我看看下期再讲一下在加拿大那边 一时住行这些事 因为我觉得我平时也是说的这话也乱码七招 也不成章 也不成劲的 东一廊头西一廊头 那说的特别散 往后我就想 把我们到加拿大的这些事讲一讲 因为有很多朋友都说了 说你们还是讲一讲上加拿大那些事吧 我想也对 今天就开始啊 先说一说 但是说到哪不一定 我这说话没有章法 好 谢谢大家 今天先说到这 感谢感谢